有一句話說 虎毒不食子 不過這名狠心的爸爸 竟然連自己的雙胞胎 親生骨肉 他都不放過 一個人的心 到底會有多狠呢 這是發生在2019年的 台中母子三師命案 當時有一間套房 不斷地飄出惡臭 隔壁的鄰居 覺得怪怪的 他就靠近門邊一看 這個門不只沒有關緊 他隱約還看到 當時有兩個未滿周歲的小嬰兒 就躺在地上 一動也不動 不只如此 再往旁邊一看 他們的媽媽也倒在一旁 這重大命案當然要追 警方後來找到這名嫌犯 他沒有任何悔意 甚至當下還窩在網咖 這個嫌犯姓陳 他把小小的嬰兒 丟到洗衣機活活悶死 他跟這無辜的嬰兒 到底是什麼關係呢 一查才發現 竟然他是這一對雙胞胎的親生父親 人來人往的一中街商圈 不只當地人會來 更是許多觀光客的避訪聖地 在鄰近的一棟大樓內 住著一個未婚媽媽 他生了兩個雙胞胎兒子 一肩扛起家計 因為不只兩個小男嬰嗷嗷逮捕 還有無業的同居男友要養 所以這個人是非常冷血的 生活過得夠辛苦了 但令他萬萬沒想到的 是自己的一生 及最疼愛的孩子 竟會從此待在男友手裡 蔡總光復露一棟柱商 混合大樓裡頭 傳出了悲劇 小小的孩童來不及長大 就成了冰冷的屍體 母親的遺體隨後也被抬了出來 前天是下午我是聞到淡淡的 可是我沒有很注意 昨天早上大概10點多 味道就比較濃一點 到了下午我要出門 味道又更濃 我才打電話的 第一時間這個案發現場 他們的左右零射 在前兩天 也就是大概在去年108年 11月6號一大早 他們開始陸陸續續出門的時候 就有聞到異味了 一直到了7號的下午 鄰居就是那個味道越來越濃 就受不了了 有叫房屋仲介來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已經懷疑 這個案發現場 味道是從那邊飄出來的 然後中介就拔案了 那隨後我們霞群鎖的員警 就到現場 也通知了消防隊 會同開門進出 門櫻打開的景象令人不寒而禮 那接著進去了發現 現場有女性死者 還有兩名男童屍在裡面 都擺在那個床部旁邊的地板上 很整齊的擺放在那邊 用毯子蓋著 痛逢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發現裡面有三聚屍體死亡多日 而且屋內沒有其他家屬 就是三聚屍體 這當下整個情況綜合研判起來 我們排除有他殺可能 如果是安眠藥所造成的死亡 已經到房子裡面的時候 就會聞到香水味道 如果一看我們中途 你看那個白的絲番是粉紅色的 到底什麼這台又差嘛 重點問題就是說 如果萬一這個媽媽做不到的 那個範圍內的話 那一定有第四職 當時都已經11月了 天氣微涼 但冷氣卻被開到低溫22度 屋內擺設更明顯被人刻意收拾整理 也讓警方將這起三職命案 立刻朝向踏殺真伴 我們也調動了很多的警察 在現場做全面性的 地緣性清查 那時候已經查出來 這個房子平常出入跟活動的成員 住在那邊的成員 除了這三名死者以外 還有這個女性死者 29歲的陳女 她的同居男友也姓陳 叫陳鴻佳 那這個陳鴻佳 當下行蹤成名 沒有辦法聯絡 所以我們不排除他都是選嫌犯 原來套房內住著一家四口 但29歲的陳姓男友平時無業 在家裡帶雙胞胎 仰賴著兩個孩子7000元的 育兒津貼過活 而這對情侶平時的相處模式 鄰居更是都看在眼裡 那一看就知道 不是很...很柔和的人 對 你這兩個我都沒在看 我抱歉的女子 我就是死了 女子 女子是在公圈的外界中 這麼大聲的嘛 對 她等一會就三個外界 外界不知道 拚王嗎 對 這幾個王 10月30 他們沒關 然後我還站著看一下 然後兩個雙胞胎 都躺在那個軟臉上面 這個女孩子 就是... 有點像現代阿信 任老任怨就是賺錢 養這兩個小孩 還要養這個同居人 這樣子 29歲的他為了生計 不得不低頭 進入八大行業 雖然接觸的客人複雜 但錢賺得快也賺得多 更有朋友轉介他接觸禮業 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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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同劇組演員更說 兩個小男嬰 乖得不得了 很少哭鬧 但卻沒能來得及長大 11月3號上午7點多 死者陳姓女子 生前的最後身影 她穿著紅色 露肩上衣 面帶笑容 講著電話 只見她在套房樓下 不斷徘徊 還拿起手機 疑似就是在跟男客人視訊聊天 沒想到這通電話 成了奪命電話 她返回套房之後 再也沒出來 留下了這最後聲音 因為她長期失業 那私人在外面欠債欠了 20萬左右 那加上這個女使者 非常疼愛小孩 那雖然都把小孩帶在身邊 自己照顧嘛 那負擔房租 那生活費 另外每個月給她一萬八千塊 讓她去還她的私人債務 成性兇險 平常就在家裡負責照顧小孩 就帶小孩 她去偷看她女同居人的手機 然後發現裡面她有跟客人 有一些… 有一些資料 照片 然後她認為說 她就覺得有點曖昧這樣子 所以就促興大發吧 原來雙方早就為了女方職業因素 多次爆發爭吵 更成了這次命案發生的刀火線 然後案發的那一天被害的人 大概早上7點多回到家 可能在盥洗的時候 這個成性兇險又偷看她的手機 她懷疑 懷疑說有客人跟她女友有曖昧 然後兩個就開始 又為了這件事就開始爭吵 那後來她可能情緒控制不了 就把她勒死了 後來這個鞋牌為什麼說她能血 因為她昏過去以後 她發現她居然沒有死 還有一點點氣息 她就把她抱到床上去 就坐在她的胸上 用全身的力量 相手繼續掐 可怕的是這位成性兇嫌 在勒死同居女友後 連自己兩個親生小孩都不肯放過 她那一死她以後 她就把現場上面做一個整理 幫這個女使者換了衣服 把換下來的衣服也拿去洗 然後把她屍體就擺在床部前面的地板上面 拿毛毯蓋著 然後在房間裡面休息 看電視走來走去的 這當中她都還正常吃飯啊什麼都很正常 然後一直到 將近凌晨12點的時候 她就把這兩個小孩子 放在陽台上的洗衣機裡面 放到洗衣機裡面 然後把黏背毛毯把它悶著 洗衣機蓋子也蓋起來這樣子 把它悶在裡面 她自己 據學飯自己公訴 這個過程大概一個小時吧 這一個小時當中 這兩個小朋友在裡面是不斷的哭 在不斷的哭鬧 那她一樣看她的電視 大概隔了一個小時 就沒有聲音了 然後就去把小孩子抱出來 我們要住那邊 我們要住那邊 這起母子三屍命案發生的地點 就在這棟屋林近四十年的 住商混合大樓內 這裡的生活機能相當好 距離一中間的商圈 只有五百公尺遠 算是台中市區的黃金地段 不過就在案發之後 同層樓的訪客 嚇得連押金都不要了 如果是被勒死的 因為她是產生怨念的 因為她是被人家害死的 所以她的怨念來講就會很重 甚至兩個兒子也被她弄死了 那變成說這個怨念更重 甚至加上這兩個小孩也是不甘怨啊 所以三個人的怨氣 讓這個地方的怨氣更重 在案發後不到一天 誠信兇嫌就被警方巡線逮捕 但她竟然還有心情打網咖 只好看不出她有什麼心情的波動啊 或者是有什麼後悔 都完全沒有 她是很粗 應該是沒有想到警察會 這麼快就找到她 因為她本身是彰化人 那我們是循了她的人際地緣關係 在台中市 彰化市 彰化線一旦 一直在找她 等於是從案發開始 我們所有的緣情 專業小組的人 就沒有休息過 就一直在追她 然後所以在很快的時間 大概在17個小時就走到她了 為什麼要殺害他們拇指三人 為什麼那麼狠心 為什麼要殺自己的小孩 為什麼 小心… 你為什麼話 對拇指三人說 不要被後悔 小心 殺了自己身邊最親近的人 承辦此案的蔡曉隊長懷疑 殺死兩個親生的雙胞胎 似乎是她理性的考量 感覺她價值觀有問題 還有她對這個生命不夠尊重 她完全不會去感覺到別人的痛苦 甚至事情發生這麼大的事情之後 她自己也好一點內疚都沒有 她殺死這個 她自己同居員跟這兩個小孩之後 她並沒有馬上離開 她還到附近的往她去打電玩 打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在4號的凌晨半夜 又再回到案發電廠 然後就開始打拔她自己的東西 所有她的東西都全部打拔帶走 那這種的個案其實 在社區裡面不少見 100個人就有4個人 甚至哈佛有出書 所謂的有這4%的人 是缺乏良心的 因為我們腦的前額內側有同履中樞 她會發出訊號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她會看到你在流血 她會知道你在痛 她知道你被燙傷了會不舒服 她也不希望你這樣子 但是據研究顯示 病態人格的人 她的這一塊中樞是同履中樞 又就是良心中樞是不發達的 原來就誠信於此 情入坎坷 曾駕到南投 和田姓前夫生下一男一女 但因常年家暴離婚 後來又遇上了國中初戀 兩人舊情富然 生下雙胞胎 只是沒想到 竟是碰上恐怖情人 因此喪命 爸爸前三十四歲就超級虛 他就是自己生三個女孩 很困難 遇害的陳姓女子家人 聽到消息都相當悲痛 和前夫的兩個孩子 才剛上小學 但媽媽卻已離開人世 我孩子很健康 雖然本來小時候 我有聽到 整個小時候 他們都問我 我有跟他搭到 冷血的陳姓兇賢 在情緒失控之下 殺害自己同履人 陳姓女友 台中地院 鑑定他的精神狀態 認為他有適應障礙症 並無其他精神方面疾病 而悶死兩個自己的親生雙胞胎兒子 是基於現實生活中的理性判斷 台灣的重案 還有那些難以理解 不可思議的奇人騎士 邀請你加入我們的 YouTube會員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你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 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 來看全台灣 更多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囉 台灣懂 您的加入是給我們 最值得鼓勵跟支持 五湯八月經 趕快動手 加入我們的會員吧